第三章 责被加拉太人受了迷惑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惑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基督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图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图然的吗 信与律法相比 那次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意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正如阿伯拉罕信上帝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阿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上帝要叫外邦人恩信称意 就早以传福音给阿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恩你得福 可见 那以信为本的人 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阿伯拉罕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奏助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奏助 二人必恩信得生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意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二人必恩信得生 律法原不本乎信 只说 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奏助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奏助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奏助的 这便叫阿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恩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弟兄们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虽然是人的文约 若已经立定了 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所应许的 原是向阿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 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 只着许多人 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 只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我是这魔说 上帝预先所立的药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调 叫应许贵于去控 因为承受产业 若本乎律法 就不本乎应许 但上帝是凭着应许 把产业刺及阿伯拉罕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甚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添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值天使 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作的 上帝却是一位 这样 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二就成言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序里 使所应许的福 恩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律法是福音的先声 但这恩信得救的理 还未来以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直圈到那将来的真度显明出来 这样 律法是我们训盟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恩信清义 但这恩信得救的理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你们恩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受使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利尼人 自主的 维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服基督 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